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追焦动态效果的制作方式 那我们之前分享的是主体清楚 背景呢是完全模糊的动态效果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局部动态效果的制作方法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吧 哈喽 欢迎来到休闲 先是我是Jimmy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局部动态效果的制作方式 那我们就进入到Photoshop当中看到今天的范例图片吧 好 那我们先看到这一张范例图片 就是我们想要制作出来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前景的地方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在它局部的背景上也就是这个车辆上面 这个地铁上呢 它是有动态模糊的效果的 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用比较慢速的快门 就可以拍出这样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高速快门的话 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车辆给定格下来 或者是这个车子是没有在动的 它是静止的状况 我们该如何制作出这种正在行走 正在运作的这个动态效果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Photoshop来进行制作啰 好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要做的范例图片 这张范例图片上这辆火车是完全静止的 那我们想要让这台火车有一点动态感 让它是动起来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给它制作动态模糊的效果 那其他的背景区域因为它是完全静止的 所以我们不想要影响到这个背景区域的话 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这个主体人物给它复制出来 因为它这个主体人物刚好在我们的火车的前面 会被影响到 所以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主体人物给复制一层出来 我们先复制这个背景图层按Cmd加J或是Ctrl加J 这个图层以我们把它的名称稍微做一个更改 我们把它改名为主体 好 再来我们就选择这个人物主体 我们可以使用任意的选取工具 这边我们使用的是快速选取工具 我们点击上方的选取主体 让Fullshot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人物主体给选择出来 好 选取好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下方建立图层遮色片 那这个图层呢 就只剩下我们的人物主体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背景图层 在这个背景图层上面 我们不希望主体出现了 我们要把这个主体给去除掉 因为待会我们要对这个火车进行动态模糊 如果我们这个人物主体跟着一起被模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人物主体模糊的线条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人物主体给去除掉 那去除的方式有非常多 你可以使用最新的深层填色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工具叫做移除工具 那现在我们先建立一个新的背景图层 我们到我们的原本背景图层上面 先按Ctrl 加J或是Ctrl 加J 复制出一个背景拷贝的图层 然后我们在这个背景拷贝的图层呢 进行涂抹 那现在我们选择的是移除工具 我们就把它给涂抹出来像是这个样子 我们大概涂抹一下就好了 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那如果你有比较多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细心的来做涂抹 不要涂抹超过太多哦 不然呢 有些该保留的地方 它也会被影响到 好 大概像是这个样子 涂抹完成之后 我们就点击上方的确认 让Photoshop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涂抹完成的区域呢 给它做去除 也就是这个人物主体呢 给它从这一张照片上面去除掉 好那这个就是Photoshop去除完成之后的样子 那我刚刚已经把这个人物主体呢 先给它的小眼睛关闭起来了 如果你要把这个人物主体叫出来的话 你就点击前面这个小眼睛 然后它就会跑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背景图层上面的火车 进行动态模糊 那现在人物主体已经去除掉了 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动态模糊 那因为我不想要影响到整个背景 我想要保留前景的清除 然后还有背景后方这个建筑屋的清晰度 所以我们只需要对火车这个部分进行动态模糊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多边形套索工具 把我们的火车的这一个区域呢 给它框选出来就可以了 好大概像这个样子 我们大概框选一次 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好给它框选好之后呢 我们建立好这个选取区域之后 我们到我们的滤镜当中选择模糊里面的动态模糊 在这边你可以调整这个模糊的角度 你可以依据车辆行驶的方向去调整这个角度 那我觉得它行驶的方向大概会是像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就调整成角度-2 那下方间距的调整 你可以依照你觉得这个火车行驶的速度去做调整 行驶的速度比较慢的话 我们间距的像素就可以调整小一点点 那如果我们希望它动态模糊的效果强一点的话 这个间距的数值我们就可以给它调高一点点 让它这辆行驶的速度呢 可以感觉快一点点 好我们大概调整到500-600左右 然后点击确定 那这边你就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去进行调整 好我们这边点击好确定之后 我们按Ctrl加D或是Ctrl加D取消选取 好进行完动态模糊之后 你可以看到火车的上方 跟火车的下方有一些比较 生硬的边缘 比较锐利的边缘 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使用涂层遮色片来进行调整 我们在这边建立一个涂层遮色片 然后选择笔刷工具 流量我们大概选择低一点点大概二三十左右 前景色黑色呢是把效果隐藏起来 白色是显示出来 现在我要让这个边缘的生硬感呢 这个锐利感打它去除掉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效果给它去除掉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选择前景色黑色 然后我们在头的地方点击一下 在尾巴的地方按住shift键 再点击一下就可以建立一个直线的黑色线条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边缘的锐利感就不见了 好那下面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 我们使用黑色的笔刷 前景色选择黑色 在最右边呢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按住键盘上面的shift键 在左边呢也点击一下 它就会建立一条黑色的直线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原本图层这个人物呢就跑出来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建立了一个主体的图层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主体的图层 小眼睛打开来 就可以把这个人物给盖过去了 好那这样呢我们的背景局部的动态效果 就制作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制作之前的效果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制作之后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逼真呢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制作局部动态效果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啦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教学啰 这里是修身的神是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